为强调社会责任与公民意识 幻居桥路基金会 在今年元旦举行第二届与华裔民选官员面对面活动 不少社团和学生代表出席 各个活动希望通过聆听华裔民选官员的声音 帮助海外华人华侨力所能及做好美中民间交流工作 所谓参与的华裔民选官员包括 Fremont华裔市员黄杰宜,Yelden City校区教育委员黄耀明 Saratoga学区委员高维军以及Milpeters教育委员Michael Sine 围绕民选官员最惊慌的事情以及华人如何积极参政 强调2020年华人社区应该积极发声 注册选民为总统选举投票 同时呼吁参与即将到来的每10年一次的人口报冊 声道记者 编辑报道